今天是2022年1月2日,主日,亦都是主遣節。 今天教會第二是讀經,讀經一是以撒爾阿仙之書的第六十章一至六節。 主題就是上主的榮耀已經臨在你身上了。 讀經二是保禄至阿仙所人書第三章的選節二至六節的。 這也是跟今天的主題有關的,就是外邦人都同為天主恩許的繼承人。 因爲耶穌基督,我們所有的外邦人,世界各地,我們都成為天主的子女。 福音就是馬道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節的。 這裡就是講及東方的賢士來朝拜耶穌,一節的很細緻的經歷。 他們奉上一些很珍貴的禮品去尋訪耶穌,按著星的指引。 所以今天主軒節主題非常豐富。 尤其是馬道福音的描述是關於賢士和克樂德的相遇。 給我們很多啟發,讓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我們和主的關係。 尤其是我們看到一些東方賢士,他們聲聲引路向東方來, 表示他們是經過很長的路途,表示他們都是要走出自己舒適區。 按著他們內心的渴望去找尋真理,即是生命的意義。 按著星聲引路去朝拜他們心目中的君王,生命的一種子人。 聲聲聲引路是代表天主的聖言。 向他們啟示,外邦人通過一種非言語的形式, 向他們啟示,這裡有真理,耶穌的出生。 還有很豐富的材料,你可以向密觀福音。 包括他們獻上很珍貴的禮物。 獻上禮物也可以向天主、天婦送上最珍貴的禮物, 就是耶穌聖英。 所以這份君王的相遇都是帶了很珍貴的禮品。 射香、抹羊,所有珍貴的禮品。 讓我們回顧我們有沒有和主的相遇, 我們有什麼禮物和主去交換。 主給我們恩典,有沒有什麼禮物去回應上主呢? 還有其他相當多的反省的一種圖像。 包括這件事被克洛德所詢問, 他們朝拜完之後就回家。 這份商店都給我們很多默想的材料。 不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, 主要一件我自己感受很深刻的, 就是當我默觀這些事與克洛德相遇的時間, 即是他們那種警方, 尤其是克洛德的心情。 克洛德有一種很大的恐懼。 他們聽到外面的言士來到朝星光, 知道這裡有一位軍王要出生。 他們正正是現在在猶太這個地方, 這個殖民地, 是一個軍王。 如果他們聽到有一個軍王要誕生, 為他們來說就產生了很大的威脅。 所以他們那份內心的恐懼就誕生。 不過看到那份恐懼, 這份敏銳和東方言士很不同。 東方言士就是感覺到軍王誕生, 他們來朝拜,找尋真理。 他們帶著慶高彩的心情。 不過克洛德就是剛剛相反, 他有一份恐懼的心情。 而這份恐懼就轉化成為一份很大的虛偽、虛假。 甚至乎大家都知道他要殺害耶穌, 一份很大的暴力。 甚至乎將來他要知道耶穌出生之後, 他要將兩歲以下的孩童也要殺死。 所以我就默觀克洛德這份心情。 他這個恐懼就是帶出他一份很大的焦慮。 不過他外表就不是這樣的。 外表看到福音就是他錄得暗暗, 就叫一些言事來到。 其實很禮貌地詢問他們。 問問星出現的時間, 又很深的, 表達到他好像很想朝拜這個, 星光指引的一種君王, 耶穌的聖鷹。 所以他們打伐他去白冷, 因為他知道白冷是這個君王出生的地方。 他的面貌雖然內心有一份焦慮恐懼, 甚至乎有一種很大的暴力傾向。 不過他的言談, 他的表達外在是很優雅的, 是很客氣, 很有禮貌。 所以他跟那些東方言士說, 你們仔細地去訪尋耶穌聖鷹。 如果你什麼時候找到呢, 你就回來告訴我, 讓我也很會朝拜他。 這裡看到他有多虛假。 所以看到這個虛假背後就是一份很大的恐懼, 甚至乎將來出現了, 甚至乎他要殺害耶穌。 所以耶穌聖鷹是在一個暴力的環境之下出生。 今天我看到黑洛德的虛假, 這個暴力的傾向, 讓我們去回顧, 即使是這個時代, 這種黑洛德的精神, 仍然是禮蔓著我們這個世界。 我有一種很深的圖像, 就是美國作為一種霸權。 當時我也很尊崇美國, 自由民主。 在聯合國那裏, 要揚著一些粉末的狀態, 要對付一些暴力的國家, 逐心邪惡的國家, 停止他們製造殺傷力大的武器。 他們就用著這個很美麗的言詞, 美麗的藉口, 所以入侵了伊拉克。 把伊拉克搞到一片地風火, 很多人, 千萬人流離失所, 發起這個戰爭。 表面都是很美麗的藉口, 民主自由。 不過, 其實都是有一些虛假的言詞。 另外一幕, 我記得很多年前, 都是顏色革命之前, 利比亞, 利比亞這個狂人, 卡特菲。 我也不太了解當時非洲的政治。 不過, 當時他們都好像懷著正義、 自由和平的一種藉口, 一種的理由, 宣佈北非的地方, 成為禁非區。 北約的聯軍, 不斷免受內戰的威脅。 然後, 宣佈了禁非區之後, 原來北約的聯軍, 不斷免受利比亞, 令這個國家民不聊生。 這裏, 我看到, 這個世代, 這些霸權的主義, 都有一些黑洛德的影子。 當然, 霸權的, 這個政權下面, 都有很多, 民眾都是善良的, 不過, 就是一些軍王, 一些不懷好意的政客, 帶著虛假的面孔, 謀求自己的利益。 這些就是, 好像, 今天, 主謙節, 黑洛德王那種, 那樣的面貌。 所以, 這裡我們要很警醒, 就是, 暴力, 虛假, 恐懼, 對著, 的表面, 很可能就是, 一些很美麗的言詞, 一些很美麗的藉口, 讓我們可以, 去從事自己的內心, 自己盤算的一些, 自己的思念, 個人的思念。 這個就是, 讓我們很警醒, 人的思念, 不同天主的思念。 人, 我們永遠都是一種, 一種私欲編程, 被引誘。 所以, 藉著今天, 朱謙節, 這一段, 黑洛德這種, 內心這份黑暗, 特別是吸引我。 也看到, 我們現在, 現在這個世代, 其實,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, 都有不同的, 黑洛德的精神, 黑洛德的引誘出現。 所以, 是特別, 值得警醒。 所以, 朱謙節, 我們作為基督徒, 更加要, 不要墮入這種, 虛假的面孔。 雖然,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種恐懼, 不過, 如果, 這種恐懼, 我們好像, 變成黑洛德那份, 虛偽和暴力的傾向, 那就是, 我們被邪惡所駕馭。 反過頭來, 我們是要, 有一種, 言事的心情, 走出自己的舒適區, 去找尋這顆星, 按著天主的聖言, 找尋這顆星, 朝拜上主, 去交換奉獻我們的禮物, 我們生命的禮物, 我們生命可以奉獻我們的專長, 我們的見證。 就是, 這個人給我們, 這一個主顯節, 給我們的一份, 很大的, 一種, 禮物。 這個, 既然, 天主賞賜了耶穌, 給我們作為一個禮物, 救贖了我們, 我們, 都應該, 唉, 以愛還愛啊, 好像, 東方言事一樣, 把最好的禮物送給天主 藉著今天的主演節,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能夠體會到 天主的救恩已經達到世界的地極 我們都作為東方人、中國人 我們都蒙受這種恩寵 蒙受天主聖賢的恩寵 我們都領受到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們都能承受到珍福百端 所以我們都帶著這份精神 我們都讓我們求主的想 可以辨別我們內心這些邪惡黑暗 我們都能夠按照星光引路 走出自己的舒適區 獻上自己可以為主的事奉 見證主的愛 好了,今晚就跟大家分享到主有各位 拜拜